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今天给大家讲医生只顾自己的虚荣,不顾患者生命的故事,关于黑杰克尔维尔版第七集 这天,黑杰克接了一个黑帮老大的委托,黑帮老大出一百万美金,寻求他救自己的孙女卡莲 他患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及时治疗 黑杰克接下委托后开始启程,可当他一下飞机,亚丁塔尔就爆发了内战 机场也遭到了轰炸,而且所有外籍乘客的入境许可都被取消 他们都将依照军方指挥回到自己的国家 但黑杰克为了自己的病人逃出了机场,靠着零碎的消息得知卡莲他们在国界 与此同时,该国内战的消息登上了新闻 一位叫凯瑟琳的护士看到新闻后,决定暂停与未婚夫泰盐的婚礼 亚丁塔尔发生了内战,大量无辜的人被卷入战争中 他闻到国界,而他不仅是一位医生,还是义工协会的会员 所以他想要去当国界义工 途中他与黑杰克相遇了 但这距离黑杰克接到委托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当黑杰克在难民营时,终于找到了凯莲母女 但他们的情况非常糟糕,凯莲已经陷入了休克 而他的母亲接近崩溃,想自杀 幸好黑杰克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黑杰克稳定好凯莲的母亲后 准备马上开始给凯莲做开胸手术 而凯瑟琳主动申请给黑杰克当助手 就这样,在环境极其简陋的帐篷里 黑杰克出色地完成了手术 并且在手术中充分考虑到了病人的身体状况 还一直鼓励他 这样温柔有力的黑杰克彻底征服了凯瑟琳 手术结束之后,凯瑟琳将这一切还是以写信的方式 告诉了泰妍以及他的导师史丹菲尔德教授 史丹菲尔德教授是心脏外科的权威 他对这次手术十分感兴趣 所以专门从纽约准备了一架直升飞机 过来接卡莲 而泰妍则非常气愤 因为作为自己未婚妻的凯瑟琳 居然在信中大肆夸赞其他的男人 而且明明自己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 黑杰克精湛的医术 很快就在难民营中宣扬了出去 许多人都来找他治病 而他放弃了以往受取高额诊金的原则 只要求这些难民每人交一美元 而那交不出来的人可以打千条 并且不收利息 所以黑杰克作为这里唯一的医生 在这坚持等到了联合国的援助 黑杰克在亚丁塔尔期间 愧疚的黑帮老大打电话到了黑杰克的家里 确定黑杰克是否平安回家 反而让他和皮诺可联系上了 而皮诺可到达纽约后 他们一起去看了卡莲 而黑杰克也返回了纽约 卡莲知道是黑杰克救了他之后 便把黑杰克当成了自己的英雄 还扬言要嫁给他 皮诺可听完后就有些吃醋了 而黑杰克这样回应皮诺可 另一边 史丹菲尔的教授召开了国际医师联会 都为德高望重的医生纷纷前来参加 泰妍也是联会的成员 不过他这次前来 主要是因为凯瑟琳也在纽约 否则他会像以往一样不参加 而史丹菲尔的教授召开这次会议 是因为他在看完黑杰克为卡莲做的心脏手术的具体资料后 想要给他颁布国际医师执照 不过这是他没问黑杰克意见而擅作主张的决定 史丹菲尔的教授说 只要在场所有人都同意就颁发执照 泰妍却不同意 他主张黑杰克就先为自己无照职业付出代价 才会给他颁发国际医师执照 这个理由让所有人都无法反驳 所以这次会议就暂且搁置了 为了感谢黑杰克替自己的孙女治病 黑帮老大带着黑杰克他们去了许多娱乐场所 但黑杰克并不喜欢这样敞弹的环境 说是带黑杰克出来玩 其实只有黑帮老大一个人自害 当老大越唱越高兴时 房间里突然冲进了一帮人 黑帮老大遭到了对手的袭击 头部中了两枪 腹部中了四枪 于是黑杰克紧急联系了凯瑟琳 让他准备好手术 这场手术黑杰克想凯瑟琳担当助手 这让泰妍更加生气了 他与黑杰克无形一直照为由 阻止了他做手术 而后取代了黑杰克主导医生的位置 不过黑杰克没有丝毫怨言 只是平淡地在观察室外观察 本来自信满满的泰妍 看到X光片的时候 闪眼了 患者头部里的一颗子弹 卡在了大脑又小暖的中间 这时手术变得十分困难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进了手术室 手术开始十分顺利 而到了关键的时候 泰妍迟迟不敢下手 当他正在抉择时 黑杰克进了手术室 他接手了手术 即使是再小的毒量 对于医生而言 这一切都排在了生命的后面 黑杰克拿手术刀手起刀落 手术非常成功 通过黑杰克的手术 泰妍终于明白 一切的荣耀和名利 都应该排在患者的性命后面 泰妍也放下了对黑杰克的偏见 而他和凯瑟琳的婚礼 也会如期举行 一个月后 史丹菲尔德教授 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中 这次泰妍忠心地同意 为黑杰克办法行业纸照 但是他们再三邀请的主角 却没有到达现场 黑杰克回家后 带回来了一箱借条 每一张都是一美元 黑杰克让皮诺克 好好保护这些借条 因为这些东西十分珍贵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后不来 娜娜都会在全世界里 每天为你找好